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孽隐藏 这个孽隐藏 不行 我得问问 别闹 大半夜 有什么话哪儿咋你就再说不成了 把人接用头吵醒了 不把人笑话呢 我不把人笑话 我 我恨不得我撕了头 行了 行了 你舍得吗 我看哪 还得是孝心 他求人下话的找黄曼演这出戏 还不是为了你吗 他什么为我呀他 他真心玩演了他 你说他 他怎么玩啊 他 这可不成气的东西 我没他 别哭 别哭 我这儿子 我没他 你看 要不这样吧 我明儿要托人再给他介绍一个 这总成了吧 我 我 我 不好意思 别哭 妈 妈 我 妈 那我婴儿 婴儿呢 你干什么呀 妈 吓死我了 我还打死你呢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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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干吗呀 你 妈 你 妈 妈 你别打我疼着呢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爸 你看我打死你 爸 你记住我 你别拉着我 您这干什么呀你妈 别拉着我呀 别打死我 别打死我 一大槽我正睡着呢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跟黄曼结婚 妈呀 都跟您说了八百遍了吗 这房子装修好我就结婚 这不是没装修好吗 你还骗我 他还骗我 妈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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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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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您得管 您不能不管啊 您不能不管啊 我管 爸 您太够意思了 说什么呢你 你们这都怎么了 我这是替你妈收拾你 我 俩人一块吃什么药了 你还在这儿蒙 昨晚那黄曼 什么都跟你妈说了 你还结婚 结鬼吧你 不是 那什么 什么 说 什么 就做吧你 您不气愁我 妈 您不怕休 妈您别生气啊 妈 你心里舒服了 你小子就是耍小聪明 我告诉你 房子的事你要不整个明白 你妈要是知道这事你还骗呢 你小子后悔死你了 来不及了你 好 业主所有的资料都要造册 嗯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 但是孩子不在身边的 我们都要了解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啊 嗯 知道了 业主的事情不管大小 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小事情 你先回去上班吧 咱们找时间再谈啊 好的 方先生 来请坐 不坐了 喝口水吧 不喝了 我就来问问我那房子怎么样 我说方先生 您是知道的 三号楼九零二房间就那么一套 那个李先生早就搬进去住了 你说你提这种 别跟我说这些不爱听啊 我就想问问我那房子解决了没有 方先生 您先别激动好吗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 你要说有没有啊 行啊 你们逼我呢 法庭上见吧 这样行不行 在二号楼或者其他的楼里 给您解决一套相同的房子 您能接受吗 我说你就不要再伤害我们叶主的感情了 好不好 你真当我傻呀 谁不知道那房子卖完了 我只问你 能不能接受 面积互情朝向一模一样的 拿一套给我 这么说你同意了 同意 我同意 来 把钥匙给我拿出来 方先生 咱们可都是成年了 成年人说话得算话对吧 你别跟我废话了 你当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不就是想跟我这儿拖吗 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 方先生 你说话算话吗 跟你面前坐的是一团爷们说话当然算话 二号楼三号楼 随便一套 钥匙给我派出我扶你 有吗拿出来 这是二号楼九零二的钥匙 面积户型包括朝向 都跟三号楼九零二的一模一样 行 还真能打开 请进去验房吧 等等 这不会是给我下的一套吧 跟大律师我们不敢下套 知道就好 请进吧 慢 这个不会是别人的房子 你把钥匙给我 我把门打开 这么进去可就是私闯民宅 警察来了怎么办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 要不验完房回去我们签个协议这种行吧 就按你说的吧 就是这样子 这房有重新装修过啊 对 那这就算旧房了吧 这是我们从业主手上买过来的 二手上 方先生 你是知道的 这整个小区 都是新房子交到业主手上 你要是对这个装修不满意 我们可以改 这窗梁谁选的 什么眼光 太俗气了 你要是不喜欢 我马上派人来摘掉 窗梁杆也不好 一起都拆掉 不 这出锅颜色 太难看了 拆 态度好点 卫生间的瓷砖 什么呀 瓷砖是意大利密封牌的 国际品牌 是吗 是啊 这装修你们也花了不少钱吧 没多少钱 你们打算怎么跟我算这装修款呢 不用算了 如果你能接受就算公司送你的 问题是我不喜欢 咱就说你这马封牌瓷砖 是密封 行 密封 我怎么看这么别扭 我就喜欢那种以前的 简单的白瓷砖 这是欣赏的品味问题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方先生 如果你真不喜欢 我们可以负责 给你全部拆掉 恢复原来的样子 那耽误我的时间怎么办 方先生 请你拿出一点诚意来行吗 谁让我是搅屎棍呢 那我要不好好教教你 也对不起你啊 抓紧时间给我办过户手续吧 来 这是咱新房的钥匙 其实找个装子差不多了 就等你忘了搬她 得了 甭蒙我了 我告诉你东子 你要不抓紧给我找个媳妇回来 我就没你这儿子 老方阿姨 算咋怎么样了 东子 你又怎么惹你妈了 我哪敢惹我妈呀 我就把新房钥匙拿回来 不知道哪门邪火又冲我来了 哎呦 东子 你是不把你妈气死你不罢休啊 我问你 哪儿捡的这玩意儿 赶紧给我扔圆圆的 哎呦 爸阿姨 这咱新房子钥匙 我哪儿捡的 还蒙呢 我给您瞧这个 哎呦 您瞧去 公招 这假的了吗 那一难说 人民币都有假的 我是律师我懂法律 你也快呀 说瞎话连底杆都甭打 上午房子还没影呢 这会儿突然有了不说 还装修得差不多了 真能蒙啊你 爸这可是千真万确 行反正你住 喂喂 您别提 我还有事跟您说呢 说 您说这房子 是我姐出钱买的吧 是 我姐那本意是让您跟我妈 改善一下居住条件 您瞧我妈那非要让我 拿这房子结婚 你说我能住吗 你什么意思 爸 我的意思呀 这房子还是您跟我妈去住 可我妈这会儿生我气呢 我也没法跟她说 还是您去劝劝她 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样子 你就不怕我跟你妈这么一说 你妈这么一认真 真要搬进你那根本没影的房子里 你打的什么主意这是 爸您这么说半天又给绕过去 合着我半天都白说啊 那您说您到底怎么着才相信 这套房子是咱的呢 眼见为实 行这会儿您叫上我妈 咱看房子去 行了吗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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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栋 就这儿啊 那那原来呢 原来咱在那单元 现在给调到这单元了 楼层护行面积都一模一样 而这个啊 景观比原来那还好 正能看上咱这花园啊 真是 那比过去强了 差不多吧 甭买怎么着 这房子就算解决了 行 赶紧上去看看吧 爸 这边 老爷 你瞧 这儿到底有笔子 我们来看点花园啊 对 是 方总办 您怎么样 您俩身体恢复得还好吗 好多了 好多了 方大爷 刚才他呀还跟我夸你们呢 方总办 您今儿这是 我来看房子 他不是把房子给装修好了吗 我来看看 看什么呀 要不一块去看看 您跟我们一块去看看 不是 我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 我那个 好 走吧 妈 那我们先去了 爸 您要这单元 您在这儿花园还进来了呢 真是 这花园还进来了 方律师 妈 方律师 不是真的吗 我没事骗你干嘛 你跟着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哪房间啊 嗯 二九零二 林经理 那个 方东旭要搬进二九零二那事您知道吗 知道 那是公司补给他的房子 不对啊 咱们小区房子情况我很清楚 那业主应该是深圳那边的人呢 前一阵子才找人装修呢 对 公司安排我从他手里买过来了 我跟他业主通过话 他要的价钱不靠谱 现在没事了 对方答应按原价给我们 原价 嗯 不可能吧 没问题的我们都谈好了 陈经理 你刚才说方东旭已经搬过来了 不是 他带他父母来看的房 沙发摆着 嗯 电视这边 好 多好了 好好好 爸 怎么样 不错 我告诉你啊 我答应你搬过来住 就是为了盯着你 赶紧给我找个媳妇 走走走 我知道了 你说你 三十大几的人了 不小了 你让妈多活几年成不成 妈您放心吧 您先说说这房子装修 怎么样 不错啊 挺好的 您看您那橱棍 嗯 最流行的整体橱棍 对对对 那这个窗帘的颜色多搭配啊 是是是 我告诉您 就连咱那洗手间的瓷砖 都是意大利进口的 是 国际名牌 棒着呢 不错 您小子 总算干了件正经事 您看您这话说呢 大妈 哎 东梅啊 你来的真巧 刚才我还说呢 等会儿要到屋檐去 好好谢谢您呢 看您说的大妈 拖了这么长时间 您还谢我呀 不是 东旭说了 说这装修啊 都是你们帮着装的 真是辛苦你了 大妈 这房子您还满意吗 满意 太满意了 你瞧那窗帘 是吧 是是是 那那那橱柜 你看多磕手 还有那卫生间的瓷砖 哎呦 那小块小块的 真好看 妈 我 您喝水吗 我车上给您拿去 不喝 对了 这装修花了不少钱吧 没花多少钱 我正好接了一大案子 我拿奖金装的 不欠这物业了吧 不欠 干嘛欠人钱啊 大妈 都清了 大妈 这房子您满意 我就放心了 期待着您早一点搬过来 这儿有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电话 您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嘞好嘞 我们呢尽快地搬过来住啊 那个 以后你没事就上我们家来 在我这儿吃饭 那 我就不打扰了 先走了 哎哎 慢走啊 好嘞 哎呦您 你这装修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不是说过了吗 装修是公司作为赔偿给你的 你不用太心意这件事情了 我不是在意 我是要装修的发票 咱装修协议 万一这装修出了什么问题 我要找他们呀 出了问题 你直接找我就行了 我帮你联系他们 不用了 我还是信我自个儿的 行 回头给你 我问你 你是不是对小林姑娘有点意思 哎呦妈呀 您敢别吓我啊 这哪跟哪的事您往一块联想 不是 你要对人没意思 那你干嘛帮你装修啊 我给他钱呢 我说的不是钱的事 那您说什么 我问你呢 他们不是物业部吗 物业就是为业主服务的 他为咱服务服务有什么不成啊 我不信 他对别人家也这样 那是他的事 是我爸 我看你也没这福气 瞧那小林姑娘啊 多贵巧多懂事 你看把这房子装修的 哎 这要迟起家来 不准也是把好手 没事 哎 动子 咱们商量商量 问问人家 他要是没对象的话 哎呦妈您就别操心了 告诉您吧 他不光是有对象还结过婚 这会儿都快离了 哎 这行吧你 您安心不懈啊 我就说嘛 这么好的姑娘 那肯定是名话有主的 喂黄律师啊 你好啊 你方便吗 我想见见你 那这样吧 下午三点 在你们写字楼下的咖啡馆 咱们见面行吗 好好好 行那一会儿见啊 您放心没问题 这事你交给我 那个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啊 我给你打过去 对不起太晚了 时间太紧了 一会儿所里还有个会 咱们简单说一下吧 我这次到了深圳 约见了彭先生 我把我们的意思表达特别清楚 他还是不同意离婚 那就打这个官司吧 我劝您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不用考虑了 我的要求只有两点 第一 必须离婚 第二 以他的名义 在水安花园购买的 二九零二号房产 必须是我的 就这个 对 这是底线 黄律师 这样吧 你先忙着 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好好好 行 您放心 没问题 好 方先生 快请进 我来跟你说一下 那房子我收了 和产权过户的事 我希望这两天 能约一下人房主尽快办 这不是自个儿的房 住着心里不踏实 是这样的 房主最近呢 在外地呢 可能不方便回来 所以产权过户的事情 恐怕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不过你放心 我会督促这事抓紧落实 您放心吧 有我在 我绝对保证 这房子的产权啊 尽快落后到你的名下 你的保证能代表法律吗 从法律上讲 这房子不过户 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啊 请你相信我 我正在催这件事情呢 行了 我就再谢你一回 别让我失望啊 不会的 谢谢你啊 谢到主币了 走了 数数吧 房子的装修款 这是我们承诺送你的装修啊 别 我这人还有一毛病 我要是占了人便宜啊 睡不了觉 你就让我睡得踏实点 还有这钱数呢 是我根据你给我那些 票据跟装修合同算出来的 要有什么差错呢 你就认了吧 人我刚见了 行了 放心吧 就这么点小事 我到时候派人去弄几天吧 好好好 吃饭算了吧 好吧 就这样 我说方东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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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方东西啊 还是真巧啊 对了 我还欠你一顿饭是吧 正好你也不喜欢吃包子的 我请你吃披萨子 别别别 我就纳了闷了 你个北搭硕士生 怎么就混成这样了 你说人生自古啊 也有低潮的事 是吧 我这也是过过度 是吧 我相信 我以后找的单位 一定比原来的单位要好 是吧 这人嘛 要讲面子嘛是吧 我不能让别人开销 我说你就别在我这儿打中脸冲发 我说方东西 是方东旭 对 方东旭 是吧 本来我见到你嘛 还是蛮高兴的嘛 我还请你吃披萨嘛 对不对 你呢 一见到老去开始挖苦我 我觉得你这个律师的素质有些低 不见 我错了 通常 没关系 这样 盖就好了 走 谢谢小李啊 来 吃啊 要是不够我再去买 你不吃啊 我不吃 我呀 天天在这上班吧 稳多了自己的味道 就是这个地方 再好吃的东西 我都觉得不恶心 我得回去吃我老婆做的饭 对了 你要有时间 有空 一定要支持我老婆的收益 那是相当好 我从结婚到现在 我是一天不辣呀 我老婆做的那个 就是那个青菜豆腐汤 开玩笑 非常好喝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真的是很好喝 很好喝的 你要是喝了我老婆做的那个 青菜豆腐汤 你就不会想喝别的青菜豆腐汤 真的 来 你吃 你吃 我说李大慧啊 在这儿上班啊 真是浪费了你这人哪 其实呀 我也到过很多公司去应聘 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哪 竟然是我的学历太高了 你 你想这学历太高有错吗 是吧 你说这学历太高怎么样 伟大的研究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赌的 我真的很生气的 住进水岸了有点背着 都是这房子闹 算了 现在就不要提这个事情了 我就等着这个假期过了之后呢 他们把我这个孩子赶紧安排到师大福小区 我 我就知足了 原来的公司 哪位啊 你们现在想起来 我是人才了 你说你们早到哪里去了 不 你现在不要跟我说 好吧 我现在也不听 你现在转告你们张总 我已经给他机会了 你告诉他 他那副样子真的让我很伤心 我不回去 再见 简直 简直这是不拿我当人看嘛 怎么回事啊 是我们原来那公司搞了一个项目 现在搞不下去了 想让我回去 你说我会回去吗 干吗不回去啊 我为什么要回去 是 当初我是求着他们把我留下来 他们就是不肯啊 我问你 那儿的待遇 比这儿的待遇好啊 那是了 那你就得回去 为了你老婆你孩子你就得回去 不行 这个人是讲面子的 我从来不吃这 这个劫来之食的 就您脸上这面子值几个钱 怎么了 我要这点老板我都不要了 有损我企业形象 知道吗 你先吃吧 亏得你不是我的老板 张老师啊 这次咱们公司是特地叫我来 请咱们李公回去 这心啊真的是很沉啊 李公回来了 刘助理啊 什么风 把你吹到我这儿啊 这个寒舍来了 李公 你现在不要叫我李公 我现在吧 不是你们公司的工程师了是吧 你现在称呼我李大辉就好了 我说你什么毛病啊你 见着客人怎么阴阳怪气 张老师 我跟你讲啊 这个人呢是个不速之客 我就不知道他来干什么 人家刘助理 是代表你们原来的公司 请你回去上班的 对对对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是不会回去的 你回去告诉你们张总和他的合作伙伴 让他们去另请高明 是吧 我不是一个吃回头草的小男人 好不好 李公啊 李大辉 好好好 李大辉 您跟公司这么多年 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嘛 你就不要跟我太有感情 我跟你讲 你们当时把我赶出公司的时候 那时候怎么没有感情了 这个话不能这么讲啊 您当时的失误 的确是给咱们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 既然是把我开除了 是吧 哎 你就不要再叫我回去了 没有这个必要嘛 对吧 李公您听我说了 我很忙啊 好 我不送了 刘助理 刘助理 真不好意思 你看她脾气 没事 就就是挺遗憾的 再喝点茶吧 不了 我我我走吧 好好好送你 不不您您您别送了 那真是对不起啊 没关系没关系 好 好谢谢 慢走啊 好 李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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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你也太不识抬举了吧 最近的张老师 你这个事情你不要管好了 你搞搞清楚 不是我在管你的事情 是我邀请你对这个家 要负担起责任 迟家是需要开销的呀 这做人是要有做人的尊严嘛 对吧 你跟我还谈什么尊严呀 你瞧瞧你现在落魄的样子 我看你呀浑身上下 穷得就剩骨气了 来 歇会儿 赶紧趁着把汤喝了啊 我说杨阳 不说别的吧 就冲着青菜豆腐汤哪 我都离不开你 你倒是想 除了我谁肯跟你去 你不要小看我 其实还是有蛮多女孩子喜欢我的了 就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吧 行了行了 那个沉芝麻烂谷的事有完没完了 我的意思是说呀 再多女孩子喜欢我 是吧 我这个心里面啊 还只有你一个 行了行了 真的 我 我对天发誓的 我跟你说个正经事 你回公司的事 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不去 打死我都不去 就为了争这么一口气 你觉得值得吗 当然值得了 人活的不就是一口气吗 可是 杨阳 我知道你担心家里的生活 但是你放心 是吧 这个困难是暂时的嘛 你看我现在正在搞这个软件 一旦这个软件搞成功了 那就有很多很多的钞票 你对我应该有信心吗 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信心啊 坚定信心 谁啊 哪位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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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 请问 这是李大辉的家吗 是啊 我是李大辉原来公司的经理 我姓张 那您请进吧 好的 谢谢 坐沙发吧 坐吧 您先坐啊 大辉啊 大辉 什么 张经理来了 这不是张总吗 这不是张总吗 大辉 你今天也也来光临我这个寒色呀 我就这几天觉得奇怪了 这几天我们公司的人 对我家里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这简直是络绎不绝啊 大辉 你大早上的凭什么呀 赶快让张总坐呀 张总坐 坐 大辉啊 我今天找你来 我 我知道你的来意 但是呢 但是张总啊 我还是很遗憾地告诉你啊 这个我现在啊 在这个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 是吧 而且月薪呢 要比你们公司 那就高出很多了 是吧 人家给我 一万两千块 哎 再说了 人家台湾的这个公司啊 要求是比你们公司严格的多啊 那 人家是大公司嘛 对吧 再说 又加上我是研发部的部长 整天哪 就忙得不得了啊 简直就是 简直就是四脚操天啊 是吧 这个 那个 我跟你讲啊 那个 哎呀 你看这这这这这没有时间了 我就不跟你讲了啊 好吧 这个公司的车啊 在楼下等着我 哎呀 哎呀 你不知道啊 这 我要急忙开个会啊 哎呀 你知道啊 这跟美国人谈判的 哎呀 这个脑子 萌萌萌萌萌萌就发 发脏了很 哎 张总 你跟去坐啊 我上班去 走了啊 坐啊 大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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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悔帮你 最好把你的藏子毁成绿色的 您说 当时出了这么大的失误 搁谁谁不生气啊 所以啊 也正赶在气头上 我的合伙人 是坚决不同意李大灰留下来 不过啊 那也是一时之气 等气消了以后啊 还是希望李大灰能够回来 结果您看看这 张经理啊 既然您今天亲自来我家登门拜访 我也有些话想说说 嗯 你们是一个公司 公司呢 就要靠章程进行管理 对吧 你说 怎么能凭一时之气 就处理一个在公司里 干了那么多年的老同志呢 可当时的情况是 您听我说啊 这呀就好像在一个班级里 班级里有几十个同学 您要是老师的话 你能根据自己的好物去教学吗 不能吧 你肯定要有教案 你肯定要对大家一视同仁呢 是是是 所以啊这就是道理 有理走遍天下嘛 的确公司在处理李大灰的问题上 确实有些草率 我们也在积极地弥补 嗯 跟您说句实话吧 公司在研发这一块 确实是离不开李大灰 现在呀公司 接了一个大的项目 我们非常需要的 张老师啊 您看 您是不是转告李大灰 如果他愿意回来 我们可以将他的月薪 提高到一万三 那这么着吧张经理 那您就把李大灰这事交给我 我明天就让他去公司里报到 好吗 这可能嘛 那您就别操心了 反正我让他明天上班就行了 好吗 谢谢谢谢 太谢谢您了 不客气 他可能不要这么着急 你知道他照耳机 还不及出于 retail 89 Blele com en 怎么还不做饭啊 李大辉 坐着 这 干什么 搞得这么严肃的 坐下 什么事情 我问你 你究竟在哪家台湾公司上班 不 我 我是骗张总的了 李大辉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 你好得不许你撒谎骗人这一套 你倒学得不错你 不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 为什么 我不刚刚跟你说过了吗 我就是想骑骑他了 那你告诉我你气完人家你得到什么呀 我看到他们不高兴 我就好高兴 不 这有什么问题啊 真是天真 幼稚 无聊 我说张老师啊 你不要伤人自尊好不好了 你搞得这个样子我就跟犯人一样的 我自己的事情啊 我自己解决了 你怎么解决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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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跟你多废话 我就问你 人家张经理 说要把你原来的工资提高到一万三 你去还是不去 可能吗 就他那个小气的公司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你说多少 一万三千块 那 那是蛮高的哦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了 不 这是 能活一张脸吗 这树活一张皮 是吧 我这堂堂男子汉 那我不会为这无豆米则要的了 好啊 好 你既然对你自己的行为这么不负责任 那咱们把话说明了吧 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 这一呢 你明天一早去你原来的公司报到 第二 你不去也可以 在这份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一套房子 签了两份了 这电场出现故障了吧 您非得让我现在拿出药材 你们涉嫌严重欺障 现在有药 有话好好说 千万别跟人发魂听见没有 我们宝宝身体不好 这房子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出现了一房二脉的故障吧 出现了一房二脉的故障吧 叫叫叫叫 啊 写就是幸福 啊 写就是幸福 啊 写就是幸福 解决这问题咱得需要点时间 需要你们这个两户业土啊 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协商 什么 我们房子拿不着了 您放心 是 啊 写就是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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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看我工作也来之不易 看着老板的脸子还得哭得鸡毛蒜皮 啊呀啊哭的收费总感觉像仇敌 但老责人不如还在收集又着急 不光工人工店还得提供所有的方便 还得为少治安清理所有的空钱 赶上一年半再也挣不了几个钱 不管爱了谁的欺负都不会有人可怜 你也是夜主 他也是夜主 我也是夜主 咱们大家都是夜主 稍微给点尊重的也就算知足 稍微给点包装这也就算不服 你也是夜主 我也是夜主 他也是夜主 怎么那么多的夜主 多点关心爱或让麻烦都解除 所以只有一个目的 和其就是幸福 啊 欺贾是的 贬任的 尊 Tre 啊 雪就是幸福 啊 雪就是幸福 啊 雪就是幸福